最近几天,新一轮的疫情又在国内开始抬头 这一次的元凶之中,出现了奥米克戎的最新变异分支,BA5 7月5日,西安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是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 自7月6日起,在全市实行7天临时性管控措施 而据陕西省疾控中心的消息,本轮疫情所设奥米克戎变异分支,正是BA5变异株 而BA5一经发现,就在中国大陆,引起了社区传播 也许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西安的这个通报,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BA5,和之前的BA2,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从今年5月起,海外就已经开始流传,有关BA5的消息了 随着时间推移,它开始,慢慢占据疫情报道的主要版面,大有取代BA2知识 而从最近的报告来看,它虽然在不同国家的表现略有差异 但BA5,已经成功取代BA2,成为全球流行的主要毒株 截至6月19日,世卫组织获得的全球新冠病毒基因测序样本显示 BA4和BA5加在一起,已经占到全部样本的55% 其中BA5占43%,BA4占12%,而BA2,如今只占了25% 在美国,BA4和BA5,同样也是主要的流行毒株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6月28日数据显示 由BA4和BA5导致的,新增感染病例,已经占到总感染的,52% 除美国外,BA45,同样也是南非,英国,以色列等国的,主要流行毒株 而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BA5的传播指数,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8.6 这个18.6,是什么概念呢?我们不妨以其他病毒,作为例子 最近国内南方多省份,出现了流感大流行 有些医院流感患者的数量,增加了20多倍 那么,流感的传染指数,有多大呢?一般来说,就在1.3到2.3之间 西班牙大流感的那年,为2.3 武汉时期的新冠病毒,为3.3 再是德尔塔,约为5.1 此前肆虐全球的,BA2,也才13.3 这样一对比,就可以看出,BA5的18.6,是有多么的恐怖 传播速度,我们都知道了 那它的致病力,到底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呢? 全球首个BA4变异分支,最早是在今年1月,于南非林波波省减出 而BA5,也是南非,在今年2月底发现的 南非作为BA4-5分支的发现地,其经验,自然就很值得参考 在奥米克荣爆发之初,虽然国内,对南非医疗机构的权威性和专业性,提出了质疑 但事后证明,南非医生,和相关机构给出的临床数据,十分具有参考意义 那么,BA4-5在南非传播开后,究竟造成了何种影响呢? 先说结论,截至目前,奥米克荣最新变异分支 BA4和BA5所导致的死亡,和住院病例 较之前的变异分支,似乎差别不大 先看重症率,BA4-5在南非传播开后 重症住院人数,产生了一定的波动 但并未出现,明显的上涨趋势 再来看死亡率,远远低于,德尔塔传播时期 也远低于,今年1月的奥米克荣,BA1的传播高峰时期 甚至连波动,都微乎其微 如果我们把南非美国以色列等国的曲线图,放在一起来看 基本都呈现出了,一定的相似性 所以,从目前的数据看 虽然BA5到现在,才刚开始在国内传播 而在国外,却已经接近尾声 好不容易翻起来的一小点浪花,似乎也已经快结束了 不过,这些国家中,唯一有些例外的是葡萄牙 葡萄牙的重症和死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小幅上升态势 这可能与其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 根据2021年,葡萄牙人口普查的结果 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23.4% 属于高度老龄化社会 与之对比,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14.2% 在这样高度老龄化的社会,超额死亡率是多少呢? 截至6月5日,统计数据 因新冠而死亡人数,比原先估算正常死亡的人数,多了10.95% 虽然比不上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两个低谷 但比起α变种大流行的最高峰,72.3%,还是要低了不少 不过,葡萄牙的例子,还体现了BA45的另一个特点 那就是,具有较强的疫苗逃逸能力 意思是,打了疫苗,仍有较大概率,感染BA45 要知道,葡萄牙的疫苗接种率,可并不低 数据显示,葡萄牙完全接种两针疫苗的人群,比例为87.38% 接种至少一剂加强针的人群,比例为66.21% 这么高的疫苗接种比例,却没能在对抗BA5的过程中 展现出,显著的防御作用 再是,根据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发现 BA1流行期间的自然感染,并不能对新出现的BA45提供有效保护 这是因为BA45,两处刺突蛋白的突变,使其具有免疫逃逸能力 同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另一项研究发现 奥米克荣,可能会继续产生,新的变种分支 以逃避先前BA1感染引起的免疫 这表明,基于BA1的新冠疫苗加强针 可能无法对新的分支,如BA4和BA5产生广浦保护 简而言之,目前所有的疫苗,对它们的作用都不大 即便以前感染过其他新冠病毒,也很难避免再次感染 此外,东京大学佐藤研究团队还发现 BA45对仓属的致命性,比BA2更强 感染培养肺细胞的能力,也更强 有意思的是,佐藤团队发现的这一特性 被部分国内媒体,简单概括为两个字,走肺 但是,对于它们,是否更容易侵入肺部 目前还存在分歧 比如来自美国的实验室研究,似乎给出了相反的数据 可无论怎么说,在此前几个国家的统计数据中 死亡率和重症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 但传播力和逃逸能力,却是非常强的 而对于BA4,BA5病毒,目前也只能靠戴口罩,减少接触,或者隔离 那么,现在西安出现了BA5分支,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国内新一轮大流行,或许不可避免 而且,现有的大规模核酸,和各种健康码 或者说,现有的各种防疫措施 可能都很难挡住,BA5的流行 面对BA5,西安政府立即采取果断措施 宣布全市,实行7天临时性管控措施 虽然只是7天的临时管控 但是,按照BA5的特征,那么毫无疑问 接下来这个临时,很快会一次又一次地延长 甚至变成,一两个月的常态 具体可以参考,上海和西安以前的案例 在防疫方面,我们经常听到的是,既要又要 但是在现实中,要实现动态清零的代价,是极大的 面对最新的新冠超强分支,其他国家只能躺平 唯独中国,在动态清零方面,一枝独秀 这是因为,中国特有的体制,带来的底气和自信 防疫的各种管控措施,会给生活,带来巨大不便 会影响人们,正常地看病就医 造成其他疾病的,死亡率上升 同时,会极大的影响经济 长期下来,还会带来严重的心理问题 所以,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指望全体国民 无条件服从国家的防疫措施,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中国可以 所以,中国动态清零的做法,还会持续下去 由于BA45,几乎爆表的传染性 防疫措施,只可能更严格 做核酸的密度,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核酸检测点,也会遍地开花 每天扫码的次数,也会更多 可以预见,这些防疫措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改变 能否改变的关键,在于病毒,是否会自行消失 但是,病毒真的会自行消失吗? 在最初的新冠全球大流行之前 缺乏疫苗的人类,的确被病毒打了个措手不及 但随着人类,对新冠病毒认识的不断加深 疫苗技术也更加成熟 针对不同变种毒株的新型疫苗,可以在更短时间内被制造出来 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 已经在着手研发,针对BA45的疫苗加强针 全世界在应对包括,BA4和BA5在内的变异分支时 将会更加从容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奥米克隆会逐渐潮 免疫逃逸和传播力更强的突变进化 而牛津大学,一些研究病毒演化的科学家认为 奥米克隆及其变异分支,流行时间越长 其他全新变异株,从感染中出现的概率,也就越低 事实上,自从去年11月,首例奥米克隆感染报告出现以来 目前还未出现,除奥米克隆之外,大范围传播的全新变异株 这无疑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述结论 但不过,BA4和5,不会是奥米克隆最后的两个变异分支 甚至是否存在,最后的变异分支,恐怕都要打个问号 那么,人类社会与新冠病毒之间的关系,最终会走向何方? 相信各位心中,应该早已有了答案